这一看不要紧 一下就激起了魏俊华的兴趣 接下来 他看了整整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后 当年的小魏 鼓足勇气 来到了这尼音师的老师面前 那个 老师 我能试试吗 这老师瞅了他一眼 随手就给他撇了一对皮筹子 试试吧 这小魏啊 就学着这老师的样子 还真把这 马蹄声给模仿出来了 这老师一听啊 嗯 不错呀这孩子 挺有灵气 你想当尼音师吗 就是这一句话 魏俊华正式进入到了 尼音行业 要怎么说这兴趣啊 真是人最大的动力 因为实在太爱这行了 所以魏俊华这一干就是四十年 咱平常过日子 是不是都得睁大眼睛啊 人魏俊华不打 人竖起耳朵 干嘛呢 搜集各种各样 他能听见的声音 来给大家捣咕捣咕 他都干些啥啊 这个在地铁里就要跟着一对吵架的行女一起走啊 干嘛呢 就想听这关键时刻 啪 山耳光子是什么声 你像那些咱们平常能看见能听见的打雷声 下雨声 发风声 这都好琢磨 好观察吧 那有一些咱压根没听见过 没看见过的怎么弄啊 你像那恐龙声 怎么你 还有那遥远的外星人 你怎么弄 这压根咱就没接触过的场景 对于拟音师来说 也是个大难题 好了 问题来了 那些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声音 究竟是怎么从他这杂货铺里 发出来的呢 接下来 一起走进他的拟音世界 确实让我们很吃惊的是 这些物件都是生活当中非常不起眼的 我们都把它丢在一边了 这个都成您的宝物了 是吗 对 这么多东西在我们看来 都是扔在鸡脚杆栏里 不太用的 您都是把它变费为宝了 对 不光是变费为宝 这个宝还宝得比较特殊 我们到南方的时候 有一副划杆要上山 就是它来完成 真的 坐划杆的哥们挺胖 我年轻力壮 我走得快 真的 好神奇 谢谢啊 谢谢